小玉月是非常受欢迎的相声演员,她的五欢之歌,可是非常洗脑的,没想到十八岁的,她竟然还是长头发,剪着刘海,途中她穿着保安服笑得非常开心,这是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,她会想到几十年后的自己是这么多人追捧的巨星吗? 沈腾最近凭借西红柿首富,又大火了一把,她在小编心中笑起来俩眼这次的形象简直是挥之不去,看到她十八岁的样子简直是惊呆了,这不就是现实版的道明寺吗? 小沈阳的喜剧细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,她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,观众只要看到她就抑制不住的开心,都不用她讲话,这大概就是喜剧演员的最高境界了吧? 十八岁的她表情很严肃呢,看上去没清目秀的,那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转型喜剧的呢? 徐征也是出乎小编的饮料呢,虽然当时春光灿烂猪八戒,就觉得她非常的帅气,但是没想到十八岁的时候能够这么有范儿,放到现在都能当作杂志封面呢? 小伙伴们有没有被这几位搞笑的大叔,年轻时候惊艳到呢?快来给小编留言吧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